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将破解三号车的秘密 河北省邢堂县故郡村 一群考古人正在对一辆战国时期的马车 进行实验室考古发掘 这辆车为木质构造 考古队能发掘的只剩下木灰痕迹和漆皮 马车是顾郡遗址的巨大发现 这个级别可能是有挺高的了 四驾 不至于天子吧 可能是个诸侯 就是诸山国的一个高级的领导 领导人吧 顾郡遗址 一个带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遗址 在面积近50万平方米的遗址内 发现了灰坑 木丧 防纸 车马坑 迅声坑等众多遗迹 考古队认为 移植主体年代为东周时期 其规格已经达到王侯一级 那么在东周时期的烟罩大地上 究竟是哪个北方部族 具有如此雄厚的实力 在这 在这 这样有四个字 这是我们估计一直 唯一出的四个字 这是又往左度 叫一刃秋成 从自信来看 特别一个秋字 这是秋就是沙秋的秋 它的写法是属于中山国 所特有的一种写法 它和我们中山国都 令首成出土的一叫 守秋可逝 秋的写法是如同一者 从这边看 代表看 这个顾俊遗址 这个斩过重心 就是属于中山国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陶冠 解开了顾俊遗址背后的惊人秘密 一个小小的秋字 证实了顾俊遗址 与中山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中山国 东周时期唯一一个 由北方少数民族 鲜鱼建立的国家 综合国力 仅次于战国七雄 有千胜之国 战国第八雄的美誉 考古队发掘的这辆车 来自58号目的 二号陪葬坑 五车十六马 十分壮观 根据墓葬行制 以及陪葬品的规格 考古队认为 58号目 很有可能 就是一座中山王墓 而这五辆车中 可能有一辆是王车 为此 考古队已经对五号车和四号车 进行了实验式考古 修期彩绘 贴金神兽 彰显着牧主人的奢华 接下来的实验式考古 就是对三号车进行发掘 这辆出土时 马脸上唯一带着金泡的车 显示出它独有的贵旗 它是考古队要寻找的王车吗 实验式考古发掘 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室外发掘 已经将马车的基本轮廓 清理了出来 四匹完整的马 通过车员与车厢连接 车轮则拆卸下来 靠在了车厢两侧 实验式考古的重点 就是提取车轮 并对车厢进行精细化发掘 感觉是车厢了 是不是车厢了 我想不是 这个先不管它 全部这块先撑出来 对 撑出来之后它往下出往下下不搭 车轮由浮条 轮毂车压组成 这根斜插过来的 木质痕迹是什么呢 经过仔细的清理 这根浮条的立体轮廓 渐渐显露了出来 随后在浮条之间 清理出了红色的漆皮 虽然目前只是偶尔的碎片出现 但从这鲜红的色泽和规整的纹饰线条来看 这辆车的制作很是精美 这个应该 这个就是车上的一个装饰物 金子的 只有这一点 透着光亮的金屋 这边出不少呢 对 这块比较大一些 现在还看不出来这张 对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 之前的两个车厢都发现了金箔装饰品 五号车为单头金瘦 四号车则是双头金瘦 那么三号车又会是什么图案呢 另一只车轮的发掘也在同步进行 同样在浮条之间发现了车厢的红击痕迹 两个车轮与车厢贴合得如此紧密 这为未来车轮的提取带来了不小难度 那么考古队要如何将这只剩下泥土痕迹的车轮与车厢进行完美分离呢 你肯定有一种车厢的实际意义 这条还有 还有一个 这不是这个深沟吗 对吧 深沟这个角的这个 这是吧 对对对 考古队正在发掘马身上的青铜构建 这次采用了一种新的预探测设备 便携式被散射成像仪 将其对准需要探测的地方进行射线扫描 屏幕上就会有疑似文物的黑点显示 通过这种方式 成功找到了八个青铜构建 对对对 那个在哪呢 探测出来 对对对 这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位置 科技的发展 让考古发掘更加精准 安全和高效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轻移 车轮的大致形状已经轻移了出来 这边是不是车厢的部分 你看这边 你看 你看明显 下来 是吧 所以那块出来都是七平 这应该到车厢了 然而 让考古队意外的是 右轮少了一根浮条 对啊 那边26 这边25 那哪行 为什么右轮会莫名少一根浮条呢 这条压在浮条下面的白灰痕迹 会不会就是那根消失了的浮条呢 看中间这条 它颜色也不一样 颜色发黑 就是土色不一样 土质也是有点硬 包含物你看 有白的 土质 土色 包含物 三方面说明 它肯定是个东西 通过仔细清理 最终确认 这就是那根消失了的浮条 对 你就这个从侧面给它看见 那这个是跟这连不连的 怎么还是个弯子呢 那那根弯子是不是它的弓边 这个啊 对 车厢后部 考古队发现了一根疑似弓形的红漆痕迹 红色的弓立即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高清晨昌那个墓 它出了一个清通器 上面那个名文就写的红色的弓啊 叫铜弓 铜弓 铜弓 一种红色的弓 铜即为红色的意思 这种弓 常常用于天子对有弓之臣的赏赐 是天子威仪的象征 诗经小雅铜弓里 就记载了周天子用铜弓赏赐诸侯的故事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不可小觑的中山国 是不是也有自己象征诸侯国身份的铜弓呢 红色的弓是身份的象征 就看这个清不清咋样了 不着急 我感觉有那个趣事 这肯定不是杆 很细的 很细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铜弓 那这个 这个很高级啊 红色的弓 还要看这个键杆是不是红的 那个键杆 那个键杆 那键杆又红了 那就厉害了 周王峰 峰隐 同工一个 同时百个 让他看管西国的军队 那是西周时期西周中期 我们这个虽然晚一点 但是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头还是在找着吗 这个头啊 这个头啊 那个头头头到啊 大胆猜测 小心求证 这会是考古队期待的同工吗 通过几天的清理 考古队员发现 现有的证据还无法确认 这红色的痕迹是同工 这个秘密 只有等待未来车厢清理的时候 才能最终揭晓 这一点原理啊 嗯 这是不已经加固了吗 嗯 加固了之后呢 我们要用那个薄荷醇 形成一个 它是临时步行 像蜡一样嘛 嗯 形成一个这个粒 把这个捏住 刘勇不仅是这个项目的现场负责人 也是校外辅导员 这里经常会有不同高校 考古专业的学生前来实习 啊 所以现在再往下再下一点 曾经他也是他们中的一份子 通过前面辆车的提取 他完成了 从学生到考古人身份的华丽蜕变 他不能清理过 清理过才容易塌 如今 他也尖挑起了这份传道 授业解惑的重任 用他的热忱 感染着一波又一波 热爱考古的学子奔赴而来 31.5 31.2 2.7毫米 技术关键来了啊 看 从这个先从中间刷 对这种脆弱质文物的提取 就是利用薄荷醇的临时固形 让脆弱质文物变得牢固 然后将其提取后溢于挥发的性能 这也将用于车轮的提取中 完美 提取的是一节鸽饼 来自二号车延伸过来的部分 目前三号车尚未有割的任何迹象 而在车厢后面还发现了两只双头金瘦 与四号车上一模一样 意味着之前在车轮里发现的金箔 就是双头金瘦的残片 车轮清理基本完成 但刘勇敏锐地发现了问题 现在就是其他这一圈 基本都找到就是这一段 就从这到那这一段 车牙没有 这个看似完美的车牙 其实经不起推敲 它的上面并没有白灰痕迹 是考古队员根据车辆应有的形状 暂时拼接起来的 而痕迹才是考古寻找的终极目标 不是 这上面该懂的不敢 敢了就不敢 你要说漏枪 让他给他找个走 卡卡要去 卡卡的是吗 两位同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 虽然有着巨大的年龄差 但是在求真上似乎有着一种 不约而同的默契 对 这个就是一块 但还有白白的这个痕迹 别说还真是有可能 侯师傅的认同 给了年轻学者巨大的勇气 然而毁掉清理好的痕迹 重新寻找车牙 凭借的不仅仅是勇气 还需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 和过人的胆识 刘勇最终决定 将清理好的车牙毁掉 重新寻找 他们能找到真正的车牙吗 最终找到了残缺的车牙 也正因为它的残缺才能解释 这个车轮为什么会少一根浮条 刘勇认为 马车在埋藏过程中 可能被填土的重力挤压变形 导致了这段车牙 往下折断与浮条脱路 其中一根浮条 直接两端脱路掉到了下面 旁边与车牙脱离的几根浮条 则靠着另一端与轮毂的连接 而保持在了原位 搞清楚了车牙的位置 和它们之间的力学原理 很多之前的未解问题 一下就能迎刃而解了 比如 那半边消失不见的轮毁 考古队在清理轮毁时发现 这边一直寻找不到痕迹 而保留下来的轮毁 明显能够看到漆皮和白灰 那边消失不见的轮毁 会不会也像车牙一样 脱路到下面去呢 这个车牙在这块全部断了 在这块全断了 对啊 一般是48是吧 你看也就这么长 同样寻找消失的轮毁 也需要面对 将这些清理好的浮条毁掉的勇气 有了寻找车牙的成功经验 这次刘勇没有丝毫有意 嗯 现在就是想知道它轮毁内侧有多厚 现在就缺这个水 不用了 它这个浮条里面不是宽吗 它到这块之后 这几个全部成这样了 全倒过来了 然后这样 然后这几个都是头 说明原来那个轮毁就在这 然后轮毁这烂了之后 和那个浮条脱离了 这道浮条的端了 通过清理 找到了疑似轮毁的漆皮痕迹 和大概位置 但是由于下面紧挨车厢 最终清理只能作罢 等到未来车厢清理的时候 再来寻找那段消失的轮毁 考古队能找到消失的半边轮毁吗 车轮清理 经线红漆金箔 已为车厢装饰 新科技为实验室考古助力 右轮莫名少一根浮条 最终在车轮下面被发现 半边轮毁消失不见 是否掉到了车厢里 车厢后部经线工型红漆 已为象征诸侯国身份的同工 三号车主人的神秘身份 即将揭晓 对 把木豆烧一下 就往哪里 跟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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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孩子们 先拉水 可以 就现在这样啊 就是 就每一个浮条 根这块 千万不要 加到这个浮条本身上 就紧贴着浮条下面这些土 就给这些土 加下水 提取车轮前 需要做很复杂的准备工作 浮条间的后宣纸 用来隔离车厢与车轮 防止固形的时候 将二者粘连在一起 加水则软化土体 随后 随后还要对车轮进行加固处理 一切都顺利进行 然而 在加完加固剂后 问题出现了 这个边缘又翘起来了 嗯 这个漆皮本身就是 烈化比较严重 你看这个 全断成小渣渣的 由于漆对乙醇会产生化学反应 所以在加完含有乙醇的加固剂之后 漆皮就开始卷翘起来 这显然不利于漆皮的保护 这个比较乳液也可以加固土 要是我们用它 就是接壁画的时候 就用这个加固那个壁画 对 你看这个 就剩到它下面去了 然后再给它按一下 其实好多小细节 不注意确实不行 你少一项小细节 你都影响最后的那个戒取效果 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在考古人的细心呵护下 残存的漆皮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先刷牙和那个槽 然后再刷腹条 随后是加布和醇 和制作刚性支架 现在不是虽然刷的很硬吗 你看 就很硬 但是它脆 它是土嘛 就加个铁子之后 一固定它就不容易折了 经过三天的忙碌 车轮提取的准备工作才完成 刘勇迫不及待地试得试 终于到了提取的紧张时刻 你们左右两个先别动 和肉咱俩先把中间抬起来 轻点啊 好 别动别动 谢谢王企台 被弄取了 他在那儿的视频 好 走 你拿着电视鞋来 小心啊 你给我吧 坐吧 我来我来 慢点慢点 好 一块慢慢放 喂 妹 好好好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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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轮成功提取 所有人紧绷半年的神经 终于在此刻如释重复 来 这一刻 好像很出来的漆皮这样 提取完车轮 车厢上面完整地保留着车轮痕迹 少量白灰是为了保证车厢的完整 而损失的部分 车厢上面的漆皮则清晰地暴露了出来 红黑相间的纹饰很是精美 如法炮制 右轮也同样成功提取 这个关键步骤完成后 就是引人注目的车厢发掘了 三号车会是考古队寻找的王车吗 为了清理车厢背面 考古队借助吊车 将三号车翻了个底朝天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清理 车厢底部轮廓清晰地暴露了出来 四匹马安详地排列在车员两侧 脖子上和正面一样 有着非常漂亮的背饰 车圆和车轴交叉 形成十字结构 在车轴和车厢左右两端交叉处 各有数量不少的青铜环 车厢左侧则发现了一枚车位 车厢右侧同样有一串凸起的背饰 背面翻过来之后 我们这些认识就更加加深了 你首先当时在正面的时候 觉得它这个装饰 当时都是摆上去的 觉得这背面 不一定有这么多背壳的装饰 但是这个把它翻转过来之后 就发现它在这面 也是有这个华美的装饰 和正面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对待这个马的态度 人是比起非常严谨和认真的 特别尊重这些马皮 它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一样 震撼着考古人 这是一辆什么车 有着怎样的细架结构 什么样的人乘坐这辆车 就成了极带破解的谜题 现在我就想把它全部搞清楚 到底怎么编 你必须得取得拆 这些漂亮的背饰 因为连接物的消失 寻找它们的编织方式 就成了难题 它可能就是 如果是这个绳子 它只是在上面 就是坠的绳上 它可能有些把它固定在绳子上 对 考古队认为 贝壳是通过绳子 坠在了一个被衬上 这些红色痕迹 可能就是那个被衬 为了搞清楚这些被饰 究竟怎么穿联 刘勇现场取了一粒贝壳 做起了实验 你看 人家可以这么穿 它这边 这么一下 往后边那个皮啊 或者什么上一绑 这就很结实了 它应该从这打个结以后 它从这里穿 它应该是从这里穿出来 我又想到一个绑 这个从这边 这个从这个 它们又上来了 然后下头 不是这么简单的 两位学者兴致盎然地 研究起了编织技术 这个样子这么变 然后下头它就可以 就直接坠在那三头 下头它就垫 对 有个东西 对 这样 然后这个再下去 这个再下去 这个再下去 然后 然后这个从这上 对 这个在这 从这个穿过来 然后从这下来 这样就不漏了 你看 你是求红眼 这份对未知的探究和想象 正是考古的迷人之处 这个更合理 随后 刘勇对泥土里的红色可疑物 进行了丝蛋白测试 丝蛋白是对泥土里 是否有仿制品的测试 这都是干净的 这都是干净的 将提取起来的可疑泥土 放入装有试剂的小瓶中 劲烈晃动 然后静置 行 等会儿等会儿 让它分离 等到泥土沉淀之后 就可以将里面的液体 滴入试剂盒里 来 液液 泥土里会有丝织品吗 可以了哈 一 二 三 哇 上来了 一道杆C那儿就是有 有仿制品 哎呀 坏了 梯子怎么给亮了 完了 两道杆没有 结果显示 这里并没有丝织品 难道之前 对于有被衬的推论 是错的 不代表人家的 对呀 不代表人家没有皮子 刘勇认为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皮质品 而这需要另外做皮质鉴定 我们下期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数月精心准备 车流亦成功提出 翻箱清理 车体结构精美清晰 现场实验 码头背试如何连接 丝蛋白检测 背试中已有皮质品 所参码的奇特装饰 能否为王者之车提供证据 车厢底部清理仍在进行 更多东西暴露了出来 车厢内壁的华丽图案清晰可见 车厢底部右下角 则发现了另一只做工精美的车位 还有前面两辆车都没有的 马车构建 浮吐 以增加车的平稳性 面对如此精美的一辆车 考古队做出了大胆的推测 刀安装在马额顶上的马具 秦始皇同车马的右参马上就有刀 一种帝王身份的象征 而三号车上面的刀 则出现在左参马头上 应该有着相同的功能 彰显主人的身份 有那个刀就是王车 那这个就是王车 对啊 你看这五个车里面 就这一个有 就这一个有 刚好中间的三号车 就是王坐这个车 最掉的载 是吧 鼻子上扣这个金炮 装饰最精美的 最华丽的 都比别的有好看 是吧 有那个动物温 而且有个道 那就是原先铁 那这就是王车 王车 王驾 头顶唯一的道 面贴最华丽的金炮 脖子带最漂亮的背饰 种种迹象表明 三号车可能就是考古队寻找的王车 那么这是中山国的哪一位王呢 史书关于中山国的记载很少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在河北省平山县三起乡 发现了中山国后期的国王王错木 出土的中山三起名文中 记载了中山国的七代国君 从而揭开了隐藏于历史两千多年的 中山国面纱 而在中山国七代国君里 目前仅有早期文公和武公两位 不知其目的在何处 顾郡遗址有正好有两座堪称王级规模的 五十八号和五十三号墓葬 其时代规模都与之吻合 考古队推测 他们很可能就是文公和武公的墓葬 而这辆出自五十八号墓陪葬坑的三号车 可能就是其中一位国君的王驾 但这个推测因为没有直接的文字证据 而不敢贸然下定论 考古队七代 在三号车车厢里面 有突破性的证据发现 你看这个马骨 你看有的已经 它蹄子已经很烂了 就是给它单独的提取之后 修复好 最后让它像恐龙化石那样 立起来 太好了你的想法 咱们需要这个得有大胆的想法 和这个还得在实验的基础上 去做这些事 是吧 这样的话如果把这一家国一翻 这边就原来看不见了 就这边这边 是 你看这边也挺好 面对如此精伟 而又极具研究价值的一辆车 如果翻过来之后回田 实为可惜 随着技术的发展 如何将考古成果 与公众更好地分享 也是考古的一个重点 而这需要勇敢地破取者 刘勇想要将这辆马车 全方位立体展示的想法 能实现吗 这辆车的车厢 究竟是什么结构 它会是哪一位中山王的王驾呢 这辆马车的车厢 这辆马车的车厢